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九百一十六集 藏什么 陆悠悠当然不知道 他踮起脚尖朝陆霄身后看去 但是陆霄身形高大 身体稍微一动 就把他的视线绑得干干净净 陆霄越是这样遮掩 陆悠悠越是怀疑 他打了个机灵 又飞速地换到另一边偷看 但是他再快 也没有陆霄快 出去吃饭 陆霄下命令 陆悠悠扁了扁嘴 不服气 但是又打不过他 只能乖乖地回去 陆霄盛盛了碗米饭出来 先盛了一下熟没熟 确定能吃 这才盛了两碗 然后又重新将锅盖盖上 盛了两碗米饭出来 电饭包 这才勉强能盖上 简直就是天大的食物 幸好陆悠悠没有看到 不然的话 还不得笑得脸抽筋啊 陆霄端着碗出来 给了陆悠悠一碗 自己一碗 陆悠悠一边吃 一边问他 哥 你从哪儿学的厨艺啊 什么时候学的 今天学的 你今天出去一下午 该不会 就是出去学厨艺了吧 如果是的话 那他一定会感动死的 陆霄看了他一眼 眸底划过一丝异样 感觉怎么样 嗯 好吃太好吃了 好吃就多吃点 如果以后有陆大厨 亲自为我下厨的话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我也会是一个 一百斤的小美人 陆悠悠沾沾自喜地说道 陆小美说话 只是过了一会儿 她才问道 小五练得怎么样 提到考试 陆悠悠的心情 一下子就不好了 香喷喷的饭菜 都变了味儿 最高分 七十五 不错 有掌机 可问题是 离及格 还差十五分呢 陆霄难得开口夸人 可陆悠悠 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十五分对她来说 实在是太难了 每天都能掌进点 自然会有及格的时候 可我没有时间呀 我下周五就要考试了 只有五天时间了 一想到这么急的时间 陆悠悠头都大了 这么快就考试了 嗯 教练今天下午才临时通知我的 人家报考的集体课程 好像都是半个月之后 我这个是专人专教 所以就比别人要快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怕专人专教了 只是理论比别人提前了一点而已 但是到了后期 还是专人专教优势的 学得也快 这点我当然知道了 可是我怕我理论考不过 那多专人呀 所以 你这几天都得在家好好学习 要用心计 事实上也没有那么难 那你晚上回来 帮我复习好不好 可以 陆悠悠点头答应了 陆悠悠开心地笑了 还不忘讨好他 那你多吃点肉 最近看着好像都瘦了 陆悠悠快要吃饱的时候 突然又想起一件事 啊 对了 比特王子的生日宴 你是不是要去啊 嗯 你带谁去啊 陆悠悠手握筷子 抵着下巴 就那么看着他 陆悠赖了他一眼 你觉得呢 陆悠悠原本还抱着一丝幻想 以为因为昨天的事 陆悠会放弃 带灵星一起出席的念头 可现在看来 还是他想多了 我也要去 你现在是抓紧时间 把车学好 下周五考完科目一 教练应该很快 就会通知你连车了 那我也要去 大不了就不跟他去 反正苏白莉已经答应自己了 陆悠没把他的话当为事 要知道 这场生日宴 真的不是谁想去就去的 吃完晚饭 已经快十点了 陆悠悠 没让陆悠悠收拾盘子 反正他也不会 他自己将盘子 收拾进洗碗机里清洗 然后准备回房 好好地洗个澡 他从厨房里出来 陆悠悠就站在门口 陆悠问道 还不去洗澡 陆悠悠笑得有点坏 瞥了眼厨房的电饭包 然后对他问道 哥 你锅里那一锅满满的米饭 打算怎么弄啊 陆悠黑脸 明天我就蛋炒饭 臭丫头 还是被他发现了 陆悠头也不回地去了房间 然后是砰的一声 将门给关上 陆悠悠一个人站在那儿 没忍住 哈哈大笑起来 陆悠洗澡澡出来 陆悠悠也已经洗好了 又开始抱着电脑在练题 看得出来 他是真用心了 陆悠一边擦头发 一边走过来 还不睡 陆悠悠抬头看他一眼 刚才吃了那么多 哪睡得着呀 确实 今晚吃得有点晚了 注定要睡得晚 陆悠在沙发上坐下来 又说道 我今天去找灵心了 陆悠悠一愣 放下怀里的笔记本 探向他 然后呢 陆悠悠原本还以为 他出去一下午 去学厨艺去了 可原来 却是忙里偷闲去约会了 你是不是也对他动手了 陆悠回来后 就一直想问这件事 但是怕影响到陆悠悠的食欲 所以才等吃完饭了才问 陆悠悠的小脸 立马拉了下来 是啊 我打了他 你这是要来替他报仇吗 他现在在住院 需要休养一阵子 住院 哼 他可真是娇弱 踢一脚就去住院了 那我被他脚硬白骨爪 抓成这样 不得送去抢救啊 陆悠悠很怀疑 灵心是装出来的 不 不是怀疑 是肯定 他对灵心踢的那一脚 确实下了很劲 但也不至于去住院吧 我却给他下了警告 相信他下次不敢对你过分 真的 陆悠悠愣了愣 他还以为 陆萧是为了灵心 来找他兴师问罪的 没想到 他是去找灵心 帮自己出气了 有点小感动 当然 你也不能过分 我哪次过分了 每次都是他先惹我 然后去恶人先告状 我就是比他 少了点小心机而已 但是 我也不是好惹的 行了 看出来你是不好惹的 还有 你绅士的事 我今天去了一趟福利院 但是院长说 你当年的资料被弄没了 他们还在尽全力地寻找回来 怎么会弄没了呢 怎么会弄没了呢 感谢观看